來看一下他剛剛的程式跑出來 其實我剛剛有實際上就是把這個程式 直接貼到那個什麼Ctrl-C直接Ctrl-V貼到那個Excel 他因為有Tab鍵所以你一貼上之後的話 他就直接就會到那個A1 不不這個是剛剛的 如果你假設輸出正確的應該是下面這個 最後的這一段有沒有 直接複製貼過去的話 他就會直接在Excel裡面 就可以看到那個我們要的這個就是什麼表 那當然我們是複製貼啦 可是你說那我如果想要自己寫個VBA程式怎麼辦 也很簡單啊 對啊你就是直接怎麼樣 直接就是在Ctrl-V裡面跟他講說 請幫我怎麼樣 幫我改為VBA 但是特別注意哦 因為VBA的那個輸出跟那個 輸出的控制台跟那個不一樣哦 那所以你特別注意 因為 拍上這邊的話是一個控制台 可是如果Excel的話 它是 一個儲存格的範圍 所以你後面記得 一定要跟他講你要輸出到哪裡 指定哦 那我剛剛看了一下 我們基本上要輸出到這個A 應該是到I啦 I的9啦 所以A1到I9的這個範圍 所以如果假設你跟他講 我之前跟他講說輸出的範圍 輸出到A1 那到哪裡的話一般哦 習慣就是用冒號 所以以後如果你是範圍 那記得跟他敘述就是 起始跟結束位置就好了 你不用跟他講 你當然打個到也可以啦 不過一般習慣哦 這樣比較專業的感覺 打個冒號 OK記得啦 以後反正就是範圍就是用冒號 OK 然後後面的話呢 再把我剛剛的程式貼上 他就直接怎麼樣 直接就會 因為這怎麼多一個 他現在手機也可以 跟你自然對話 我好像有試過還蠻厲害的 之前你講英文好像比較順 現在連講中文哦 他都越來越順 只是好像 他會學 你輸久了 就是 他被說很多人輸久以後 他就自己自己 會學 不過沒有嘛 他剛剛那個功能是說用講的 不是用打的哦 他現在直接可以在手機上跟你對話 你直接可以問他哦 直接他會馬上回答 你好像有一個人 真的可以跟你對話一樣 越來越 越來越那個 真的很 很像機器人哦 那你會發現他就已經輸出一個 BBA的程式了 OK哦 那當然呢 我前面講過哦 怎麼知道說他到底 回答的 是不是你要的 其實你可以看開頭吧 我大概習慣 我看開頭大概就知道說 他是不是真的 這個懂了我的意思了 有沒有 你可以 將這一段 因為我剛剛把這一段成字貼上 有沒有 然後呢 他說呢 Python代碼轉換 應該是沒錯啦 然後 並 並將輸出結果填入 填入應該沒錯 Excel的AE 範圍 那為什麼他後面沒有加一個冒號 其實他就是從AE開始 反正填到哪裡就算哪裡 或者你相反輸出的話 你就可以填到AE就可以了 後面冒號你不用跟他特別講 因為反正多少個你不用特別去算 不然你可能他特別算哦 他可能 要填到I9 那就麻煩 直接跟他填到AE應該就可以哦 他就幫我把層次寫出來了 那底下的話就是 幫你產生一個SARB 前面好像都會講過啦 如果你要把這一段層次哦 直接拿去 你複製層次碼就可以 那再來就是打開那個什麼 打開Excel 然後並且上方找到開發人員吧 所以如果 假如沒有開發人員 你可能再找一下 如果沒有 我前面有講過吧 LT加F11也可以 他會跳出這個Visual Basic 你就直接怎麼樣 在這邊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把它給你的層次貼上 RUN的話呢 就是直接游標放在這個SARB 中間任何一行 反正一個位置 游標放裡面 上方有一個執行 你就把它按執行之後 結果應該就OK 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1乘1等於1 沒錯一模一樣 OK 那當然如果你想要了解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他一樣是for i 跟for j 但是他不是range 他是直接1到9 有沒有 所以這個敘述 我覺得你應該會比較喜歡 有沒有 因為range的話是1-10 每次都要減1 那同學有的時候都忘了要減1 就每次都成績都出錯 有沒有 之前同學如果range1-9 出來怎麼少一個 因為你 沒關係你把它改一下也可以 那這邊的話呢 是完全不需要 你不要 就用別人寫寫Python一樣 1到10 那變多一個 不對 應該是1到9就好了 然後這個sales 這個sales指的是儲存格 儲存格 前面這個是哪一列 後面是哪一欄 所以他是先11 然後這個11指的是A1 A1這個儲存格裡面的value 裡面的資料 那就是串這一串 不過你有沒有發現 VBA就我剛剛講的 它這個and的後面是文字 前面A1有沒有發現 它是一個數字 哎 你想說老師為什麼他不用轉型 對我剛剛講過 但是你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轉型 可以啊 你在這裡你也可以打一個str 好這位去 對哦 在那個 VBA裡面的轉型也叫str OK 那所以在VBA裡面是你可轉也可不轉 兩可 OK啊 當然如果可轉可不轉 當然一般人就懶了 就不用轉就OK了 那其實他的原理很很 我是覺得他比較友善 我覺得 那他主要是說如果你沒有轉 那沒辦法我幫你轉好了 OK 所以就是變成說 感覺比較友人情味那是一事嘛 OK 不是一板一眼的 你沒有轉你就錯 你就 就處罰 或者怎麼樣 沒有 他會自己幫你做 或者是另外一個理解說 他會自己偵測說 如果你的這個數字 後面加一個and and是文字的and 不是運算的加減乘 如果是他遇到文字的and 他就會自己幫你轉換 對不對 他有時候會自己幫你做這個判斷 那輸出結果應該就OK啦 所以這個我給各位當參考 當然如果你假設覺得好像這個VBA不夠的話 甚至你可以把它改成Java 轉成Java之後的話 哇 你會發現 第一個 最不喜歡看到的就是那個大瓜虎有沒有 一堆的大瓜虎 OK OK 畫面秀一下 我切一下 我切 OK 那這邊的話你會發現 所以如果比較那個Python跟Java的話 其實最大的差別 我是覺得他就把那個大瓜虎拿掉 這個真的就減少以前寫城市那些困擾 因為我發現很多以前初學者 最容易遇到的問題 就是大瓜虎數量永遠都不一樣 上面有大瓜虎開始 後面就漏掉了 有的可能有三 前面有三個後面應該有三個 結果他有三個後面只有剩兩個 到底哪個地方少加不知道 然後這邊慢慢一直找人 光那個瓜虎 真的是頭痛 每次同學找錯誤了 然後呢 我每次說 老師不能幫你 幫你除錯 每次 每次幫他除這種錯誤 不過如果以前有Charlie BD 我就跟他講說 你就直接 把他貼到Charlie BD 他就告訴你哪裡沒有了 因為Charlie BD 讓你找不出來 OK 而且真的幫你修正結果貼回來就可以了 真的 如果以後你層次發生錯誤 你真的可以貼到Charlie BD 他幫你幫幫忙 改完之後 直接給你一個正確版 你貼回來就OK了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再回到剛剛的這個程式 然後 如果我希望 把剛剛的這個地方有沒有 你說 這個實在是三個Stream 這個轉型真的是很頭痛 那有沒有什麼簡單一點的辦法 不要一直轉型 跟各位講 有 首先的話呢 我乾脆拿這個上面這一行 我不要把它刪掉 我把它當注解好了 因為刪掉就沒有辦法比較 他如果要把它當注解 還記得吧 前面開頭加什麼 加警字號 OK 警字號開頭的話呢 就表示 這一段程式已經變成注解了 不會被執行 OK OK 警字號有沒有 OK 我建議各位可以記個快速鍵 如果你要加那個警字號 除了可以 可以自己打警字號之外 你還可以打個快速鍵 Ctrl-1 如果你在這個這一行上面 按個Ctrl-1的話 他就會自己幫你把它 如果你要恢復的話呢 一樣Ctrl-1 所以Ctrl-1很好用 加注解 或者把注解拿掉 都是Ctrl-1 那你說 可是 這個好像 跟我自己打一個警字號好像沒什麼 不是也差不多嗎 跟各位講 對 如果你只有一行的話呢 當然不會差很多 可是如果你假設這整段全是 整個都要註解的話 那你按Ctrl-1 他一樣可以 那如果你假設整個要取消的話 一樣按Ctrl-1 只有Ctrl-1我覺得還蠻喜歡的 因為他可以 快速的把你想要註解的程式 直接就註解起來 如果你想要快速的把它恢復的話 一樣就是 因為有時候我建議 如果你不確定這個程式 你修改之後會不會更好 那你先把它註解 不要一下把它砍掉 因為砍掉之後呢 結果後來發現 好像剛剛寫的比較好 結果你要把它恢復 你已經把它刪掉了 那就麻煩了 所以一般習慣 通常在你改這個程式之前 不確定的程度下 會先加一個注解 記得Ctrl-1 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改的話要怎麼改 一般的話呢 一樣 我們把它Print 那Print的話呢 其實Format 它有點像 它有點像是一個格式 有點像是 一個一個的 你們有沒有發現 其實球準發表 它這個都蠻固定的 它這個一定是前面一個變數 加上一個文字X 一個乘號 再加上一個變數 等於 其實這個也是另外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是這兩個相乘的結果 那如果假設 尾巴這邊還有一個Tab 所以如果假設你把這個規則 建立之後 你可以先放在一個文字裡面 那你說老師那變數怎麼辦 記得喔 變數請你用大瓜虎表示 那你說老師之前不是有冒號 冒號點2F嗎 可是我們沒有要小數點 所以你就大瓜虎就好 裡面不要放任何的格式給他 OK 然後中間的話加一個乘號 反正用大瓜虎來表示那一個變數 OK 所以那個變數是I 然後再來之後乘上 第二個變數也是大瓜虎 等於 再一個大瓜虎 所以有三個不確定的 資料 然後反斜線T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你會發現他的好處 就是 不需要一直轉型 反正 都把它當文字來看待 OK 那你說老師不對 像如果現在執行的話一定會出錯 那可是我要什麼時候 把變數放在大瓜虎 特別是喔 就是在這個結束的時候 這邊打一個點Format Format會出來有沒有 你點大概打個幾個字 Format這邊會出現 然後你只要增加你需要的參數 前面如果有三個大瓜虎 那記得喔 後面呢 請你補三個參數給他 也就前面有幾個大瓜虎 你就補幾個就對了 OK 所以我們三個嘛 三個的話就是 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是I嘛 所以你就打一個I 豆點 第二個是追 有沒有 第三個是I乘追 欸 這樣的話呢 一個蘿蔔圍 可能應該可以看懂這意思吧 OK 那這樣的話呢 最後 就可以執行啦 不過還要露一個東西 就是尾巴的話怎麼拿掉 所以我把它補一下 有沒有 就不要一直把它Enter 不然的話變成縱向的 有沒有 它變成橫的 好 程式 理論上應該就改完了 有沒有發現 上面呢 本來是一直轉型的 那透過這樣的寫法有沒有 感覺好像會比較集中 有沒有 就是呢 你的格式就可以格式 你後面再補變數進一步就好了 這個寫法還蠻好的 蠻多地方 將來我都蠻喜歡這樣用 不然的話每次 這個一個一下文字一下數字 一下文字一下數字 哇 這很累耶 OK 那你如果這個時候就不用管 反正一律都把它當文字看待 那你說老師裡面有變數 變數就用大瓜符來表示 OK好 應該沒問題吧 好 最後的話呢 我們就把它把它執行一下 結果一不一樣 執行 結果 看一下 一模一樣 沒有任何的差異 OK 所以兩者沒有差異 OK 所以呢 這個地方的話呢 主要改完之後 那最大的好處就是 你就不用一直在 想說到底這邊要不要轉 那邊要不要轉 這邊是文字還數字 當然我們已經寫習慣了 我們對這個敏感度很高 可是有很多同學 對於文字數字 現在還是有點搞不太清楚 老師這到底文字還數字 現在不用管了 反正你只要記得變數就變大瓜符就OK了 OK 這樣其實應該蠻好記得吧 好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 之前還有講過嘛 可以把它改成簡寫 有沒有 有沒有 就是不要看到format 而只有看到一個小f 所以也要改第三種 讓熟練以後的話 要懂得 講過的東西後面都會出現 出現的話就要叫你要寫出來 如果你寫不出來 那你表示你還沒辦法 後面還會遇到 OK 好 所以第三種改成簡寫 一樣 如果改之前不確定 Ctrl1 然後呢就把這一 我剛才拿這一行來改 直接複製下來 我們就不用重打了 那改哪裡還記不記得 第一個 這個不要 format 把它放在這裡 所以這邊改一個f 有沒有 這個就不要 好 第二個的話 那你說 可是沒有format 這三個怎麼辦 他們沒有加2怎麼辦 對 很好記哦 怎麼放 就是直接 把這個拉進來就好 這個拉進來 有沒有 反正應該放哪裡就放哪裡 這樣好像不更合理 這樣的話你看 城市馬上就 瞬間 哇 好精簡哦 OK看得懂這意思 其實我是覺得 當然你如果沒有沒有經歷format 也可以直接跳過了 你甚至做format也不用管 只是說我是擔心說你不知道前因後果 你就最後就是會出錯了 OK好 反正就三接資金看看 看有沒有出錯 有有沒有 OK了嗎 沒有問題 所以如果 他一場真的很厲害 最後寫出這樣的一個程式 好好簡單哦 OK 有沒有 而且該有的都有 只是說你們可能要知道大瓜弧的作用 他主要就是說 當你要 串接變數的時候 有沒有你就不用一直轉型了 你就用大瓜弧的表示 然後把那個變數放在大瓜弧裡面 記得前面要加一個小寫的f 這個其實就是format 所以 那是哪個好 反正記得起來都好 就怕說你兩個多機都各機一半 然後這個打出來 一下 就最後來 OK 試一下好了 來 畫面再還給各位 所以請各位試著 我剛剛只要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用challip產生VBA OK 所以如果你們有時間的話 再做這個 或者產生Java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就是 把剛剛的這個 程式 改成用format來寫 然後最後的話呢 再把它改成 用 減寫的format的敘述方式 這個部分 這個第三個我是覺得還蠻推薦 但是如果你功力還不夠的話 我是覺得 按部就班 看哪一個你比較記得起來 你就記哪一個 OK 那還有一個註解 Ctrl-1 記得那Ctrl-1很重要 因為Ctrl-1真的太重要了 如果不會的話 你將來要寫成4有時候就自己要一直加一堆井字號 那如果你要整個註解的話 就選起來 Ctrl-1就OK了 那如果它取消的話呢 Ctrl-1 就取消了 那Ctrl-1 很好用 OK 哦 OK 好 好 好 來吧 好 好 好